大家好 谢谢大家到这里了 本来是让我说英语 但我英语说得不好 所以非常感谢我的朋友 杨阳小姐来做翻译 我选了一些关键词和一些图片 来试图让大家明白中国互联网 和中国社会发生了什么事情 在我准备的PPT中 首先有一个关于我自己的简短的介绍 但是刚才Haske先生是不是已经讲了 那我是不是可以忽略这一部分 这是我做的一本新的杂志在香港 这是它的一个电子版封面 我的介绍就到这里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看看 我用一些关键词来简单介绍一下中国互联网的情况 重点是网民对互联网控制的反抗 首先我想介绍一下基本的政治背景 有两三个关键词 第一个是和谐 这个和谐 这个和谐在中文中听起来就是跟这个和谐是一个音 所以网民呢会用这样一些词来表达 对这个政府控制言论的一种嘲笑 因为胡锦涛说我们需要一个和谐的社会 所以其他的声音都不同的声音都可以不要 这就是和谐的在现实政治中的实际上的功能 所以如果有什么东西被审查掉了被删除了 那么网民通常说我的一篇文章又被和谐掉了 所以和谐 在中国就变成了 How many Fridan 中国的媒体工作者和网民一直没有忘记在和谐社会争取言论自由 这是年初发生的 我的杂志报道的年初发生的南方周末的一场抗争运动 现在好了 这个和谐时代终于过去了 我们迎来了新的领导一个新的时代 这个新的领导有了新的主义 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关键词叫中国梦 前前几天一位官员讲中国梦不能随便做要统一标准 所以我们叫它标准梦 那么需要什么样的标准呢 这个习近平主席讲了几个重要的这个几条 他在这个南巡选讲话 在这个重要的讲话中 讲前苏联的倒台 主要是因为这个当时的政治局没有一个男人 禁无一人是男人出来抗争 出来阻止这个苏联倒台 所以他的第一个标准这个网民理解 他就是要做一个男人 第二点他在前段时间讲这个鞋子合不合脚 只有穿的人知道 那么这个在中国民众中引起比较大的反应 大家就在想究竟谁是穿鞋的人 这是一个漫画家的表达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说中共从来都是一只破鞋 另外一点很重要的就是 这个在中共十八大讲的一个原则 就是再一次强调这个不走西方的政治道路 那么他叫做 这次说得更加严重 叫做不走邪路 这头驴就是这个中国人民 不走邪路的中国人民 那么这是基本的政治背景 那我们看看网民的 这里还有一点就是中国人 其实真正的中国梦很简单 就是想呼吸这个新鲜的空气 这是一个小女孩 在北京玩她要带上这个氧气 她们想要给孩子吃上健康的奶粉 2007年北京一位中学生 女中学生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的时候 说她去上电脑查信息的时候 突然跳出一个网页 那个网页很暴力 因为SM在中国并不常见 所以网民们一直不太明白 怎么跳出 她怎么看到那样一个网页 同时很暴力很暴力 但是互联网不健康 有很多不健康的内容 需要管制 这是中国政府 一直告诉民众 他们管制的一个基本的理由 如果你上网 经常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中国网民 所以在中国的网络中 一直有反低俗的运动 或者是在中国的电影 文艺媒体都有反低俗的运动 这是一个中国网民反反低俗的一个例子 他们给文艺复兴时期的一些名画 穿上衣服 裸体的名画穿上衣服 这是中国网民反抗的一个基本的策略 就是讽刺 另一个策略就是用隐晦的词 或者是转弯抹角的来反映真相 比如在中国网络上不能说六四 那么会出现一个这样的日子 5月35号 那么第三个办法呢 就是直接的去获取信息 但是在中国有这个防火墙 所以网民要有一个基本的技术 就是翻墙 like this this 翻墙实际上是一个游戏 因为你翻墙的技术 一旦发明 然后中共会用更多的钱和更多的技术人员 马上做出更多的应对 那么很多翻墙的软件在中国就 你打开直接变成了病毒 所以这是一个游戏 这些有动漫的画面 都是我的杂志真实做的报导 因为我们在香港可以报道这样一些事情 另外一个就是更进一步 我们更进一步的主动的这个策略 就是人人搜索 就是大家在一起 大家没有先进的技术 但是通过人力 大家组织在一起互相分享信息 然后互相从各个方面去找材料 会发现一些官员的腐败问题 这些官员在中国被称为表哥 文革的样板戏中有一个经典的唱段 叫我家的表哥数不清 说的就是这事 那么再激进一点呢 那么再激进一点呢 就是在中国互联网 充斥着很多的暴力的词语 对中共无法容忍的谩骂 那这是一个比较隐 但实际上表达的是 比较直接的一个词 帮他把这个Dirty Word 变成了一个动物 就是这样一个马 为了这句话 我们做了大量的T恤 做了这个公仔 还做了一些同声合唱 做了一些video 做了很多很多相关的产品 招了 这是艾未未的一个比较著名的图片 意思是草尼玛到中央 这是我的杂志的一页 就是草尼玛到天安门广场 这是一个视频不能放 另外一个在互联网上 比较通行的词叫打酱油 一个路人接受采访的时候 电视记者问他 关于什么什么情况怎么看 他说关我屁事 我是出来打酱油的 这个词句双关的意义 一方面是想远离危险 另一方面是对这种远离危险 表达一种抱怨 打酱油的状态 对统治者来说 就是民众的一种犬逐状态 那对统治者来说是件好事情 所以有人说这个胡锦涛的任期 主要是劝大家去打酱油 我们的这些反抗 让我想到一本书 这是美国的一个政治学者 James Scott 写的叫Weapons of the Weak 他是谈马来西亚农民的反抗 他们的反抗 他们的生存状况和他们的反抗策略 他们通常的策略是他们没有能力去做和集权做正面的冲突 所以他们通常会采取一些偷懒 打瞌睡啊 搞小动作啊 搞小破坏 破坏 破坏 拿到比较正面的效果 这样一种状态 有一些反抗者不得不去违法 比如说他们变成了小偷 或者是公共财富的破坏者 但是他们就很多时候就处于这样一种状态 中国广大的网民也是这样 那么官方更进一步有使这个情况变得更糟糕的是 官方组织了大批的网络乐评员 他们去传出的文件反映 他们没写一条评论可能会得到五毛钱 所以他们有个名字叫五毛党 他们冒充普通网民 他们本来是位官方工作的人 或者他们本来就是官员 他们冒充普通网民去做一些有利于政府的评论 这种情况不只是在互联网 还会延伸到其他领域 比如我那个朋友做电台 他会接到一个热线 就说我是一位出租车司机 我觉得油价涨了真是好啊 但实际上他是一位处级官员 他后来知道 他在办公室打的 他们本来是权力在握的官员 有些时候他们会扮演成小丑 有些时候他们会扮演成穿西装的政判人 六十年之后 他们其实仍然是地下党 是黑社会 在微博中 在网络中 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 就是新浪微博 新浪微博就是中国的推特 那么中国的推特和它 和这个推特本身 一个非常大的区别 就是在那里有大V 他把新媒体的使用者进行 通过进行分级 然后来设置中心议题 简单地说就是 它是以传统媒体的办法来管理新媒体 让新媒体 这个传统媒体化 大V 他们处于这个话题的中心 而不是这个新媒体精神 所谓的新媒体精神中的这个平民化 他们中间有青年领袖 青年偶像 有公共知识分子 有电视明星 这个商界大鳄 但是他们中间没有刘小波 没有艾薇薇 甚至也没有我本人这样的人 这个大V 以大V为典型的这样的 中国式的新媒体的这样一种改造 或者这样一种结构 是很典型的这个中国新媒体的这个一种一种状况 那就是说政治和商业的结合 一方面他们这些大V和这些私人媒体公司本身 他们力图去扩大言论的边界 去反抗宣传部 但是另一方面 他们又不得不自我设限 比如说有一些话题 他们是永远不会谈及的 像西藏之分 所以 那么接下来就会有一个问题 那么在中国互联网现在是一个什么状况 这个刚刚出版的经济学人做了报道 叫Agent Case 民主杂志在今年的第一期 有大批的这个知名的中国问题专家 都在谈论这个Tipping Point 对 所以他们认为中国的这个 从胡锦涛时代开始 到习近平在继续执行的这个维稳体系 无法继续延续 这种维稳体系当然很重要的一方面 就是包括对互联网的控制 是不可能持续的 所以他们认为中国处在革命的引爆点 嗯 两周前我也写过一篇文章 叫上网还是上街 我会看到在中国 正如在中东发生的情况一样 有很多普通的民众 因为在网上发现了这个信息 或者受到一些鼓动 就上街去进行抗议 嗯 但是另一方面我也观察到 由于很多人本来是应该上街的 但是他们就在网上转发 就以为自己上街了 然后就表达了 以上网替代了上街 所以在中国 革命还是反革命 这始终是一个问题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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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护士 报纸编辑的时候 经常会收到宣传部的禁令 叫做不要转发网络消息 现在宣传部经常会发指令 叫做给网络发指令 就是不要转载报纸的消息 这就是你的问题的答案 那么就是说几年前 他们来不及审查网络 所以经常给网络发禁令 不要转发报纸消息 现在的确是中共可以买到 全世界最好的技术 雇用最多的人员来进行网络审查 就像他们宣称的其他方面的中国特色 是最有效率的政权一样 那么在这方面 中共网络审查也是最有效率的 请问您您的问题 他怎么知道国外的消息呢 国内的网民 他怎么知道国外的新闻 国外的社会发生了什么事情 他们知道国内的有些媒体 国外的消息 他是怎么知道的 正如我刚才讲的 那么有一个基本的技术 是翻墙获得信息 另外 也会中国媒体 新媒体和传统媒体 也在做大量的工作 就是努力扩大信息的范围 甚至中国政府 也在越来越多的 让民众知道一些信息 但是他们会有 通过从幼儿园到大学的教育 他们建立了一套体系 怎么去知道信息是一回事 那么怎样去判断 和怎样去解读这个信息 是另外一回事 有个人有一个问题吗 是否可以告诉我们 关于您的视频 互相关于您的视频 如何测试到中国 因为您必须随着 的阶段 是否有一个想法 是否认为您的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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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的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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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再次当年发生了西藏314事件 西方的媒体做了一些同情西藏的报道 被政府鼓动起来的很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的这些普通中国民众都不能接受国外的这些报道 所以当时宣起了包括海外留学生 还有国内的民众 宣起了一场叫反CNN的运动 他们认为媒体应该客观真实地报道这个新闻 我认为谈论应该怎样报道西藏314事件的机会来 所以他们认为这些机会来说我们可以讨论应该如何发布的报道 因为在中国我们几乎没有机会谈论这样的事件 这个民族问题 军队问题 宗教问题 边疆问题 主权问题 每一个问题都是我们叫做高亚县 都是极度的敏感 我自己对我的工作职责的设置之一是努力地扩大中国言论的边界 所以我当时认为有一个机会 既然大家都在谴责国外媒体的不公平报道 那么我们就来谈谈中国媒体和国外媒体一起来谈一谈 应该怎样报道西藏事件 所以我当时写了一篇文章 我认为CCTV的报道可能比SNN的报道问题更多 那么中共封锁这个信息 可能比媒体开放的情况下错误的报道信息问题更加严重 同时我也谈到 那么很多人不理解我们给了西藏很多钱 很多人就支援他们为什么还要反抗 我当时就讲到最重要的是应该坐下来听一听他们应该 他们到底在抱怨什么 我也提到应该对达赖喇嘛有基本的尊重 而不是骂他是一只披着羊披着狼 那是一篇很短的文章 只是简单地提到这些问题 结果那掀起了轩然大波 这个一天之内就有几十万人 有人把文章在网上转发到一个论坛 那个论坛有人叫我去看的时候 就一天之内我已经看到有四十多万人阅读 有两万多人评论 但是其中 但是其中 其中 其中95%以上是骂我的 骂我是叛国者分立分子 说那篇文章拿了美国人的四十多万美元 关于是这个中国的警察 就国安部门大概也是这样认为的 他们就立了案子调查 后来这件事就继续扩大成 这个左派和自由媒体的一场战争 直到现在还没有结束的 所谓南方的自由媒体 和以《环球时报》为主的 为政府说话的那样的媒体的一场战争 我没有能够很遗憾 我没有能够改变这个西藏的议题 在中国的这个状况 而是改变了我自己的生活 谢谢你 谢谢大臣 谢谢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